工商产业大计 苗栗县政府在三亿工业区举办工业联系汇报 SBIR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 至今补助企业超过1亿元 同时在面对AI科技创新净零转型 借有专题讲座与交流 针对各项工业问题讨论事宜对策 苗栗县工业联系汇报在三亿工业区服务中心找开 特别邀请到工研院 针对台湾产业科技新政策与新思维 进行专题演讲 这次的工业联系汇报 我们到三亿工业区这边来开设 我想每次的工业联系汇报 我们都会有一个针对我们的产业转型 能源转型以及我们产业提升的AI 现在最热门的话题 我们都会进行一些双向的讨论 也会聘请我们国内的专家 来给予我们一些比较好的产业建议 来自三亿工业区的厂商代表共聚一堂 针对AI科技产业创新 净零碳排等 企业转型议题进行讨论 鼓励我们有比较好的一个企业或厂商 西洋人来这里进驻 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 办一个这样的一个联谊活动 联谊会议 也希望透过工业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带领给我们这些协力先进 还有包含政府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资讯 后续的提供协助服务 我想可以对我们工业区的这些厂商 还包含地区性的这个再造繁荣 目前约有超过30家厂商的三亿工业区 若有新厂进驻 交通 用地 用水等问题 有赖于县政府的协助支持 一些不管是在交通方面 水利 排水的部分 以及产业发展需要用地的部分 那也承蒙我们苗栗县政府团队的 这个努力以及付出 那一一的在工业联系汇报里面 多做的都有妥善的帮我们产业解决 我们相关的问题 那这边也代表这个苗栗县工业会 也代表苗栗县的产业 特别苗栗县政府 长期来对我们苗栗的产业发展的 一个协助跟帮忙 每三个月一次的联系汇报 巡回苗栗县各工业区办理 针对工商产业所面临的各项问题与挑战 共同集思广益